从事幼儿教育26年 我是一个满满的幸福快乐的园长 怎么说呢 你可以想象吗 我每天到幼儿园的时候 孩子是用非常热情的拥抱跟欢呼声来迎接我 所以我一直沉浸在非常满满的幸福之中 那其实担任园长 我最讨厌的是新增的工作 但是我最喜欢的挑战 是把哭上着脸的孩子逗笑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孩子把我逗笑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孩子 他刚来幼儿园还在适应跟家人分离的焦虑 那最难适应的一段时间 就是中午的休息时间 你就看到一个孩子怎么坐在角落 小小亮小小亮 结果一注意他是在唱 阿嬷你今晚是在哪里 一听这不是萧华琪的歌吗 想说这么可怜我就过去关心他 跟他安慰 那我就跟他说 你好乖 我帮你找阿嬷 而且你看 这个漂亮的书 哇彩色的耶 你很棒 园长要买给你 结果他跟我说 不用那工夫啦 所以让我笑翻了 那当然还有一次我们中午的饭后的水果呢 是那个红辛法辣 这个孩子那天就吃吃吃吃水果 那老师就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孩子都把红色的那个心都吃光了 然后果皮都丢掉了 老师正在觉得纳闷的时候 就听到孩子的对话说 今天水果不好吃 原来孩子一直认为那是西瓜 那虽然呢 我身兼两所幼儿园的园长 管理的工作相当繁忙 但是时间也被切割得非常细碎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段的空档 所以我是每天带着我的乐谱上班的 那我在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 练唱练琴 那有一次呢 我在三楼发声唱歌的时候 那个声音呢穿透到楼下的一楼小班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瞪着大眼睛说 老师有魔鬼在唱歌 然后老师就笑翻了就说 没有那是园长在唱歌 可是他还是很疑惑很纳闷 他说为什么园长要唱魔鬼的歌 所以有一次 我就很正式的在园所里面 办了一场音乐会 那我就穿了很正式的礼服 那孩子一进来 看到我的装扮就目瞪口呆 那我相信我接下来唱的歌 他们更惊讶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特别 给孩子的一个经验 那当然在这次的音乐会之后 我在校园里面 常常发现有孩子 嗚嗚嗚嗚嗚的鬼叫 这就是我快乐的幼儿园 我还记得之前在音乐系就读的时候 我们的戏馆上面有一句话 他说音乐的道路是漫长艰辛 但是是美丽的 这一直真的是我的感受 那我在民国95年的时候 又回到学校继续进修 在音乐系主修声乐 那这个是我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也参加了几个比赛 比如说是卫武营全国音乐大赛 声乐社会主就是优等 然后呢在嘉义文化碑的声乐比赛 也荣获第一名 这都是给我很大的肯定 然后也继续在这条路上继续的努力 但是就在这一段快乐时光 接着在毕业的六月份 我在无意间呢 也没有刻意的去自己自我检查 觉得说我的乳房怎么有一个 很明显的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还记得那是民国97年 6月13号的礼拜五 因为6月15号礼拜天 我还有一场演唱会 于是我心里想 我演唱会结束之后 礼拜一我要来做一个检查 那检查我只是觉得是让自己放心 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的没有什么不良事 作息也好正常 然后也不在饮食方面也非常的挑剔 任何加工食品我也不会去吃 所以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过程 我还跟好朋友分享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觉得医生他总是会把报告说疑似疑惑 没关系疑似疑惑 我们就去来进一步切片 来了解 可是当我回到那个门诊 然后看报告结果的时候 最后医生跟我说就是如爱 我大概只坚持了几秒 可能就崩溃了 当然接下来那几天是很难熬的 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的 被宣判了 但是日子总是要过 一直给自己调试的时间 但是我发现接下来第一个关卡 是怎么告诉我的父母 怎么隐藏这件事情 所以我调试了几天几天 我自己演练了几次 确定在一次跟父母用餐的时间 然后气氛还蛮愉快 然后我深呼吸也确定 我可以稳住我的情绪的时候 刚好我静秀两年六月份嘛 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说爸妈我要去毕业旅行耶 他们说哦毕业旅行 那要从哪里看 出发啊去几天啊 就开始接着问我就开始 急心的回答你知道吗 就这样子跟他们讲说 我会出去几天的毕业旅行 就这样子 讲完了之后我松了口气 就这样子也开始来做一个治疗 当然是开刀完了之后 也接受医生的建议 做了化疗 也做了电疗 医生说你要心理准备 要做半年的一个治疗 你就好好休息吧 把事情都放一下 事实上我做了半年的治疗当中 我其实是持续在工作 其实在持续在我的岗位 幼儿园我一直都出现了 所以那当然也很幸运啦 我的化疗是没有掉头发 我觉得这是一点很大的 在心理上没有受到很大的创伤 是整个外观没有变化 所以我不必会去谈我得了癌症 但是我也不刻意去谈 所以很多家长他们根本不知道 那我就这样子很坚强的走过来 也去持续在工作 但是事实上幼儿园是有蛮大的压力 责任跟压力 那我常常在往返两所 远所这距离差不多十多公里 这当中我会自己在车子里面 也是崩溃啊痛苦啊 但是我在到达下一站的时候 我就会把他的情绪 把我自己的情绪把它整理好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 还是用坚强那一面 战胜了我的软弱那一面 我会在到达下一站下车 我就会把情绪调整好 希望不要再让人家看到我 爱上了这一面 那当然我是觉得我很幸运 这样一路走来恢复得很好 然后也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就在民国大概九十 一百年到一百零一年 等于是2011到2012的时候 我很荣幸的接到了一个 可以借由音乐去 为那个莫拉克宗裁区的孩子 做付出一点心力 这是一个文件会主办 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承办的 莫拉克台风灾后 儿童心灵重建的生活艺术辅导营 寻回了24场的演出 所到之处都是偏乡重灾区 当时的想法是音乐陪伴我走过人生的低潮 所以我想把这样的经验也带给孩子 让他们知道用我的歌声让他们知道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歌声 他可以用他的歌声抚慰自己的心灵 也抒发自己的情绪 我一直以来 在回忆到我这24场 我到了台湾的24个偏乡角落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这些角落可能这一生中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活动 我可能没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 都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边的孩子也非常的纯真 可爱真的 那我在去这个巡回演出的时候 我选了一首歌 他说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里面有一段歌词 他说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天 我将如何度过今天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你将如何度过今天 如果呢 我们只是 明天只是 无数个明天 那当然我们会很 很自然的心态 可能也不会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 明天有什么特别 但是如果 明天是下一生了 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 ending跟结束 我相信 我们分分秒秒都非常珍惜 不想让他溜走 他说 我用温暖守护生命 让浪花留了痕 我用绝招 守护健康 让转轮点了光 这个就很像我生病过之后的一个心情 我每一天都非常的珍惜 非常的善用 善用他 我们可以发现 有些音乐你听起来 就是很有幸福感 有些音乐你听起来非常的平静 有些音乐让你很有活力 所以我一直希望把这种感觉带给大家 尤其跟我一样是还有的病患们 我觉得人的一生要有兴趣 就像我的兴趣是音乐 它真的是我生活能量的来源 也是我生活的热情的来源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借由音乐 这样子带领更多人 进来融入在这个部分里面 这是一股很强很好很正面的力量 所以我经过许多的努力 招募了一些团队是 为癌症病友的朋友们 那我们组了一个合唱团 大家在练唱之余 非常的快乐 而且分享大家的疗愈经验 在筹组这个合唱团的过程里面 得到很多社会的温情 还有援助 还有经费的奥援 那我们勇士们也唱得非常的快乐 有一个勇士他告诉我 他现在在骑车的时候 都一边骑车一边唱 唱得放声大唱非常快乐 有一个勇士说他非常认真 为了要表演 他煮饭也唱歌 洗澡也唱歌这样子 所以让我觉得说 我已经把这个音乐带入到勇士的生活里面了 所以说当我快乐的时候 我放声大唱 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 其实我也集群于唱歌 它可以转换我的心情 我觉得都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能量 一个方式 所以我希望带着癌友们能够快乐的唱歌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来唱歌 去关怀其他的病友 让他们走出这疗愈的伤痛 还有鼓励他们用正面的心来面对自己的疾病 当初合唱团成立 我们也是在为团女伤脑筋 正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 因为想了非常多 比如说喜悦合唱团 开怀合唱团 生命合唱团等等 但是就没有让我们觉得 就是这个名字 就在我很有感触的当下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非常让我感佩 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乐观 甚至在我们的团员里面 还有正在接受化疗 因为他又再度复发 那种心情的打尽 可是他竟然还是来参与了这个合唱团 所以他们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佩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就来叫勇士合唱团好了 勇士 每一个勇士 都是生命的斗士 让我们一起 跟着这个勇士的脚步 去关怀其他的病友 带着大家乐爱生命 乐爱生活 这是我们的理想 所以在9月15号的音乐爱生命音乐会 举办成功结束到现在 就得到很多朋友的回应 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 接下来勇士和唱团 也接受了各方的邀约 持续为我们的理想来发声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利益 也是 以我这个音乐人来说 这个音乐在我人生里面 占得这么重要 是给我一个热情的来源 也是一个肯定 也是陪伴我走过低潮 然后我再用这个热爱的音乐 去跟大家分享 也带领大家进到这个领域 我觉得这是最大最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勇士和唱团 也因为这样永续了下来 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